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了 是誰家的雞跑出籠了呢 在新北市的社區門口 一位發現有兩隻雞 怎麼會被人遺棄了 東寶樹都到場要接手 送醫檢查 這兩隻雞好可憐哦 天氣這麼冷被丟在外頭 那麼送醫師就說 他們兩隻哦 太久沒有進食了 根本飛不起來 原來這兩隻雞是俗稱的 招財金雞 紅腹錦雞 那麼你可能會想說招財 怎麼會被亂扔呢 那麼可能是沒有辦法再飼養了 那麼四種就很自私 直接呢把這兩隻雞就丟在路邊 那麼現在東寶樹也說了 如果亂棄養動物的話 可以挨罰3萬元以上 15萬以下的罰環 請大家要特別小心囉 繼續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彰化園林施工所 每年春節前都會請這個清潔隊 到園林國宅幫忙 大家來清運廢棄的家具 以往這個國宅的住家 都會把廢棄的家具堆在人行道 方便清潔隊來作業 也沒有想到今年 一四有很多外來的民眾 不是住在社區的 也把自己家裡的什麼床墊 什麼床罩 沙發等等 全部都扔在這個地方 扔在馬路上 而且是綿延上百公尺 變成一個誇張亂象 而因為也堆了大量的家具 還有人特別來尋寶 沙發 以置床墊嬰兒床 費家具堆成山 連冰箱都有 綿延上百公尺 誇張的是堆到馬路上 甚至佔用垃圾車 停車格 清潔隊員為了清除馬路空間 狂掃狂丟 相當辛苦 費家具被棄枝在彰化園林國宅前 每年春節前 市公所都會開放 讓國宅住戶 整理出家中不要的物品 請清潔隊來幫忙清運 不過規定是要放在人行道上 今年費家具卻爆量 引發亂象 國宅住戶非常的規矩 他們都放在人行道上 可能外來的園林的市民 順便把它丟在這裡 除了亂象 還有你丟我撿的特殊現象 有民眾向眾大批費家具來尋寶 宛如在逛市集 堆成山的費家具 估計還要兩三天才能清完 里長呼籲外來民眾要丟也沒關係 但千萬不要丟到馬路上 會造成通行上的危險 記者程盛偉 韓志欣王石函 採訪報導 最後在昨天凌晨兩點多 在台北市松江路上 今爆有當街鬥毆事件 有四名女子在路邊朝一名女子 瘋狂的圍毆 痛毆她 甚至還拿出辣椒水來攻擊 有人更可惡 拿出預藏好的電擊棒再電人 被圍毆的女子雖然有還手 但是寡不敵眾 最後只能夠驚恐逃誠 電流聲音響不停 女子招人拿電擊棒大街上 囂張狂電緊下頭竄 不只這樣 一群人害怕女子打倒在地 四打一圍毆 不只電擊棒攻擊 甚至還拿辣椒水狂噴 女子被辣水噴到到地痛苦哀嚎 原警趕緊叫支援幫忙 被當街圍剿 驚悚霸凌 但對方一票人還想裝傻 警民犯嫌被警方帶正著 還不肯吐食 但警方調查 雙方女子原本就是多年朋友 近日在IG上為了穿著互嗆 和女校對方穿著過時太醜 引發黃女不滿爆發口角 沒想到雙方各自帶了人馬上約談判 卻豔變戶毆衝突 甚至還拿出獄藏的辣椒水電擊棒 當街私刑 事發就在16號凌晨2點多 北市松江路上 由於一旁就是KTV抖毆弄事 民眾見怪不怪 但警方還查出案外案 黃女一方 其中一名犯嫌 陳嫌的身上 也有起貨到毒品咖啡包一包 黃女等五嫌 將用這個妨害秩序 傷害還有這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等罪嫌送辦 四女PK一女還幾乎都是網路上 小有名氣的小網紅 竟囂張把罵路當擂台 甚至查出毒品 這下全遭法辦 記者張宥慈 黃玉蘭 台北採訪MODO 繼續來看對世界 南投仁愛鄉的一處露營區 被人發現突然間多出了 兩棟的獨棟民宿 大家還以為是新民宿在建蓋嗎 結果原來是違章建築 而露營區業者的身份 還是仁愛鄉 鄉長陳子孝的兒子 因此就被痛批了 難道是仗著自己的群世來蓋違建嗎 當地的鄉公所還有縣府 經過調查確認這兩棟民宿 的確完全沒有申請建造 是違章建築 兩棟三角屋 矗立在南投仁愛鄉的露營區裡 遠眺北港溪 架高設計宛如歐美房型 屋內有沙發廚具 屋外有瓦斯和熱水器 看起來已經有人入住 但現在被人揭穿 這疑似是違建 而露營區業者 還是當地仁愛鄉鄉長的兒子 被質疑難不成是仗著權勢 蓋違建嗎 最近就有人在投訴我 那當我們也徐心接受 移動屋我們是給自己的親友好友 來居住 露營區業者澄清說 他們是自家人入住 在這兩棟建築中 不是拿來營業用 但即便如此 在蓋房前應該要向相關單位 申請建造 縣府發現他們根本沒申請 我們會請仁愛鄉公所 議規查報上來 再通知涉及違建者 規定來申請補照 縣府已經向業者開罰六萬元 要求申請補照 鄉長的兒子帶頭違法 這也難怪被放大檢討 記者曾偉祥 廉家慶王石函南投採訪報導 21號北上242.5公里處 陡南路段在今天下午1點多 一輛載運鹽酸的化學槽車翻覆了 造成鹽酸泄漏不停的冒出煙霧 也讓車輛折了回堵了3公里長 一輛油罐車就翻覆在這個路中央 冒出陣陣白煙 後方的車輛全部都卡住了 而國道警方後報趕緊出動了 就脫掉車來排除並且派水車到場 用水稀釋的方式來處理 索性駕駛是輕傷沒有送醫 而遠景也緊急實施了車道管制 封鎖北上的部分車道 只有開放路間跟外車道通行 盡快消化車流 台中警方偵辦這個犯罪組織 來追捕一名共犯追到了彰化大村 而警方趁著嫌犯在開車要逃的時候 上前攔阻 沒有想到這個嫌犯很可惡喔 一看到警方來了 立刻車友們要到車上撞警方 結果還真的把一名警察要撞倒在地了 而這名嫌犯迅速要開車逃走 遠景們趕緊從這個車上 把他給拖下來壓制 警察 警察 編譯遠景走到黑色轎車前 要開車的男子下車 沒想到男子居然催油門倒退 把一名遠景甩落在地 來 男子最後被拽下車壓制在地 遠景手銬腳樓全上 順利將他制服 他是天道盟分會犯罪組織的成員之一 其中16人早在這個月5日就被抓 就他一人多逃11天 造成我們一名小隊長 還有一個偵察組 所顧有一個受傷 嫌犯從台中逃到彰化 再怎麼會逃 再怎麼抗拒 最後還是被捕 被一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及妨礙公務罪送辦 記者韓志信王世函 台中採訪報導 王連車封箱 在16號下午發生死亡車禍 一名84歲的老先生 獨自開車要上山掃墓 結果下車的時候心臟病發 不小心撞到電線桿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還是宣告不止 救護車緊急使進閃進彎道 前方兩人蹲在地上 正在為一名老翁實施CPR 幾名民眾圍在一旁神色緊張 嚴見老翁命在旦夕警銷跟時間賽跑 將老翁抬上單架 緊急送醫抢救 一名男性患者84歲 現場無呼吸 無心跳 搶救後送實際醫院 這起行車事故發生在花蓮 受風箱池南路五段 16號下午84歲的謝姓老翁 獨自開車到山上掃墓 掃完墓後沿著產業道路下山 疑似心臟病發 在過彎時失控自撞路邊電線桿 休旅車車頭引擎蓋凸起 保險桿被撞凹 老翁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抢救 仍宣告不治 高齡駕駛行車事故多 民眾還是要多加留意身邊的長輩 最好有人陪同上路 避免類似意外災發生 記者劉己焦 林英文化聯報導 但是新大警方在追查一名通氣犯 身上背了四條的通氣罪 還是個大要頭 就出動霹雳小組鶴槍實彈 要破門攻堅 而這老兄也真是的 實在誇張 他被抓的時候還在床上呼呼大睡 霹雳小組出動鎖定這間套房 奉了醫生破門攻堅 大喊不要動趕緊壓制嫌犯 警方進門嫌犯傻眼 原本還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亂網被抓還想逃 援警反應超快用盾牌壓制 眼前這名男子身上背了四條通氣 家裡藏有市價六百六十萬的毒品 逃亡期間還敢黑吃黑繼續販毒 通氣沒有錯啦 在南台灣各地販毒牟利 並且湧槍自重 全案將解售高雄地方警察署歸案 四十三歲大要頭老被落網 毒品手槍全被遠警查扣 身上背了四條通氣還敢繼續販毒 警方部現埋伏多時 終於把人逮捕歸案 據來賴關章林一榮談談報導 稍外消息是昨天下午在台東 金峰鄉發生一起非常嚴重的火災 消防人員滅火之後在現場發現一具 年約三十歲的男性交失 起火原因還在釐清 另外在今天凌晨五點多 在桃園大關路也發生火災 一棟平房突然起火燃燒 屋內的八十多元老夫妻 霜霜嗓命 草地旁的白色平房被燒的焦黑 門窗毀損變形 洗衣機的外殼也被大火燒到 凹了一個大洞 地面上滿是大火吞噬後的灰燼 住在裡面八十七歲的爺爺 和八十三歲的奶奶受困火場 消防人員發現時已經乘了 交失明顯死亡 家屬難掩悲痛 十七號凌晨五點十五分 桃園大園區大關路一百五十一項 這棟平房突然起火燃燒 消防隊貨爆後立即派出 九輛消防車兩輛救護車 和二十六名人員到場灌救 並在二十分鐘左右控制火事 在場火處理的時候 發現現場有兩名迷難者 那皆已經明顯死亡 整齊火災燃燒面積約十平方公尺 詳細的起火原因 目前還在釐清 另外十六號下午六點左右 在台東金峰鄉立秋村 也發生一起火災 消防隊總共出動九輛消防車 二十一名人員到場關救 六點三十二分的時候 順利將火勢撲滅 那在場火處理的時候 發現說現場有一具礁失 那經詢問是來訪的親人 這隻礁失是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性 整齊火災燃燒面積約三十平 起火的原因 目前還在釐清當中 記者劉志展潘正賢屢節 台灣台東報